《游》 在《庄子眼》中 《游》是一个重要概念 他在书中多次提及《游》 例如《徐无鬼》篇中的《游于天地》 《人间世》篇中的《扯乎成物以游心》 而这一篇更以《逍遥游》作为篇名 所谓游是随心自在 无所拘泥的意思 也是庄子一生追求的梦想 能够忘记人生一切的束缚 随心所欲 遥游于天地间 姚帝想将天下让给《许游》 日月都出来了 还要知道小火把来做什么 及时雨都下了 还用什么人工灌溉呢 我实在不及你 所以请我将天下交给你了 算了吧 小鸟在树上捉茶 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小小树枝 随心所要的只不过是满福而已 真诚 你說你要將天下讓給我 究竟我要祂來做什麼? 況且你將天下治理得這麼好 你想將美名讓給我? 我要你的空名有什麼用? 名是實的表象 世人為求名而委屈自己仇苦 如果可以去名去公 那就可以得到真實 衛子對莊子說 我有一棵很大的樹 它是一棵樹樹 它的主幹木樓盆結 它的樹枝都是扭曲凹凸 完全不合乎成物規矩 這棵樹生長在路邊 但從來沒有木杖垂青過它 現在你說的話就和一棵大樹一樣 大而無當 有誰會相信你? 你沒有見過狐狸和野貓嗎? 牠們為了捕食 東喘西跳 功夫了得 但結果都中了機關 死在陷阱裡面 至於梨牛身體雖然大 但就像天空垂下來的一塊雲 捉老鼠也不行 現在你是一棵這樣的大樹 而擔心它無用? 為何你不將它種在空曠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很舒服地坐在樹下休息 這棵樹既然是無用 自然不會有人來砍伐它 你自然也不需要為它操心 書樹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不會被砍伐 這樣對書樹來說 無用之用 就是牠本身最大的用處 大鵬鳥一飛 就可以飛上九萬里的高空 大鵬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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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說那隻野花這麼大氣力 飛得這麼高 怎麼會有什麼鬼呢? 我喜歡可以飛上樹 長啞哥 不喜歡 又可以飛到地吃蟲 知來自往 多麼逍遙 小麻雀的飛行知識境界 跟大鵬鳥是不一樣的 我們沒有必要嘲笑小麻雀 亦無需羨慕大鵬鳥 小麻雀